吴亦凡被刑拘为何网友一片叫好声 在刚过去的7月里 吴亦凡和东美竹掀起的舆论大战绝对算是娱乐圈 中的一个惊天大瓜 而就在7月的最后一天晚上 朝阳公安分局正式发布了对加拿大籍吴某凡 涉嫌强奸罪被刑拘的通报 而这个吴某凡正是前段时间在网上闹的 沸沸扬扬的吴亦凡 从7月7日 东美竹开始爆料吴亦凡对多名女生前规则之后 将吴亦凡直接推上了风口浪尖 随着事态的逐渐扩大 多家合作伙伴陆续与吴亦凡写约 而吴亦凡在7月19日著名的歪歌社团 伟大的团长山东忽宝义的28周岁生日 这一天发文坚称自己是文明人 从来不干龌龊事 诬陷他的人都是栽赃陷害 否则警察怎么不调查 自己怎么不坐牢呢 7月20日 东美竹发文 这世界怎么了 疑似是对吴亦凡处理的结果不满意 7月22日 警方正式通报吴亦凡事件 证实了吴亦凡和东美竹发生过关系 但对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 表示还在调查中 在7月22日的时候 警方通报吴亦凡事件 虽说证明了东美竹和吴亦凡的确发生过关系 但对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 表示还在调查中 因此东美竹有不满也很正常 如今朝阳警方官宣了吴亦凡被刑拘的消息 不少网友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贺电 关威中国长安网也发文暗讽吴亦凡的国籍问题 表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不枉不纵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而该网站属于政法委 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句话已经将吴亦凡 定性为一个外国人 确实是这样 他是加拿大籍 且又在韩国镀金之后又来到中国捞钱 而鲜有作品的他 竟然迅速地成为了娱乐圈中的顶流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现象 俗话说得好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好在吴亦凡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追责 被警方刑拘 无论最终会不会定罪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吴亦凡成为劣迹艺人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无论将来如何 他的演艺事业已经被他提前画上了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